美艳女子为何鞭挞男人 清点罗上靠上手铐 本是良辰美景 是谁在门外喧嚣 一同走进本期节目 观众老爷们好呀 我是默默 你知道武汉下雪了吗 继续带来悬疑美剧不死法医的第八集 剧集开篇 美艳女子似乎在给男人做着辅导 等会儿 这不是妙警贼探的沙拉吗 尼尔去了法国 沙拉只好在此作为心理辅导师 无情的鞭挞 出轨的男人 家里的摩根看书一秒就入睡了 闲得无聊 亚伯却又春风得意地归来 喝了点小酒 吃了点烧烤 调了点小情 费了点圣宝 摩根一看 这孩子不对呀 弄点电解制饮料给他补补 不对 是不是儿媳妇回来了 亚伯只能承认 和他离婚两次的马林确实回来了 这次又来找他复合 可摩根担心的是他脆弱的心脏 可是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啊 行吧 毕竟儿子才七十岁 不该管那么多了 隔日街头 那个男人死在了街上 其名理查德 包内有钱 不是抢劫 没有明显的创伤 指甲干净 甚至还做过激光脱毛 可脱去衣服 光鲜的外衣下 却是被鞭挞的皮囊 卢卡斯拿来指外灯 甚至还有以前的痕迹 他不是受虐者 而是享受这种过程 马丁和汉森朦朦的 还有人有这种嗜好 摩根拔刀 痛苦与愉悦 只有一线之隔呀 询问理查德妻子 盖因斯他很悲痛 可现实却骨感 生活美满幸福 可自己却成了寡妇 摩根却打断了他 似乎不那么美满吧 那些鞭挞的痕迹 可不仅仅是爱 那么简单 妻子说到她是治疗 丈夫曾经非常强势 对任何人都保持警惕 甚至威胁了婚姻 直到她碰到了治疗师萨拉 让她的老公恢复了正常 看来是要会会萨拉了 到了房内等候一名男子 刚刚治疗完毕 萨拉缓缓走出 金发碧眼 高挑的身材 摩根的眼睛无法挪开了 宽衣解代万种风情 说缓情绪 询问理查德事宜 夸奖摩根的衣着 缓缓说出了实情 理查德在这儿治疗了两年 她的工作是让人们释放他们的痛苦 马丁却发现了一些工具 一根绳索都和理查德的身体伤痕能够对应 审讯室内 马丁询问10点 治疗完理查德 11点你在哪 萨拉却三简七口 治疗另外一个客户却不说出她的名字 她承认伤痕是自己所为 但人却不是自己所杀的 虽然脖子有勒伤 致命原因是停止呼吸 但她是被自己的身体强行停止的呼吸 摩根误导 她是被电死的 持续低度的电压 迫使她的恒格膜卡住窒息身亡的 亚伯店内也来了一位风韵犹存的女人 她的前妻马丁 无法忍受思念 堵住了亚伯的小嘴嘴 憨憨的汉森却有了发现 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的垃圾堆 发现了电击棒 看来行凶的物品找到了 卢卡斯安夫摩根 即使是篮球制成乔丹 也有投不进球的时候 别为了这次的疏忽 伤了心啊 不如喝杯酒吧 摩根却说 下次一定 华丹初上回到家里 看着儿子和儿媳妇翩翩共舞 免得扫兴 却找了莎拉想要体验下电击的感觉 清洁罗上靠上手铐 本是良辰美景 莎拉却不解风景 你的内心长着伤痛了 思绪闪回1815年 诺拉在摩根坟前哭泣 转身良人归来 这是摩根第一次的复活 不管如何这是个奇迹 莎拉的亲夫 拉回了思绪 奈何门外喧嚣 汉森马丁从电击棒上 发现满是莎拉的指纹 绑住了莎拉 而马丁尽前一步窥探 我可以解释 没有 你必须要做 马丁许说 审查萨拉却还在否认谋杀 摩根却坚信萨拉无罪 马丁不想让摩根沉沦 萨拉曾经是个治疗师 却吊销了牌照 她和病人发生了爱美关系 萨拉分手 那人自杀了 摩根来到萨拉面前 想聊些当时自杀的经过 年方二期偶遇灵魂伴侣 可自己不想沉沦 这才分道扬镳的 唯一能让人感觉还活着的方式 就是赋予另一个人摧毁你的力量 这让摩根又回顾了过往 1815年马丁把心交给了摩根 摩根却无法告知船上发生的事情 想说却说不出口 画面却切毁了亚伯 疲惫虚托女人端来了咖啡 她好 我也好 女人还想做点疯狂的事 一同环游世界 与生命中的她潇洒红尘 可亚伯却心有牵挂 摩根搜索着萨拉的公寓 发现了她的客户记录 当晚11点 她接待的客户名为舒本华 马丁想联系汉森查询 却信号不佳 这让她发现这里被监听了 雕像下方找到了警用监听仪 锁定了退休的警官 可她却失口否认 汉森询问是有什么交换条件吗 除非不起诉她非法监听 她说出了实情 是盖因斯夫人委托侦探的 陈述事实过程却不断地诋毁萨拉 摩根重拳出击 马丁翻了个白眼 亚伯帮忙冰敷一下 说明前妻想让她一同周游世界 希望摩根见上一面 她信任马丁这次会伴她终老 信任确实是稀有的事情 当年的摩根向妻子 说出了复活的真相 甚至还准备自杀给她证明 女人抱住了她 嘴上说着信任 可眼里却满是狐疑 审讯房内的马丁询问 盖因斯夫人为何监听丈夫 因为她不信任丈夫 她想成为她的全部 可是那个男人 却享受着沙拉的治疗 她想感受丈夫的感受 十一点 她就是沙拉的客户 舒本华 门外的摩根却等候着美人 送上了香吻 老粉丝们 请把尼尔律打在公屏上 可远处好像有人窥探 下一个街角摩根被人垫晕在地 屋内交集的儿子亚伯 等候父亲摩根的到来 马丁安抚亚伯 我知道你的小秘密 摩根是你的私生子 老家伙 还准备了晚餐 让我和孩子相认 你可真体贴啊 可摩根却在车内醒来 又被电晕 询问马丁摩根在你那儿吗 却没有消息 马丁却在警局边的路上 发现了摩根的怀表 调取监控发现有人绑架了摩根 面部虽然不清晰 但那人手臂的纹身 不正是第一次去沙拉家 那人的吗 敢去找到沙拉 询问这人是谁 沙拉这是没有保护客户 告知他叫沃德罗 有他的手机号 并且一个月前 他给沙拉发了调头短信 之后沙拉刻意将治疗时间 调整到了白天 他有些号闹 是自己害了摩根 当他调整了治疗时间后 将原来的时间给了理查德 自己吻了摩根 他一定 看见了呀 啊 摩根还完醒来 已被吊在了架子上 沃德罗爱着沙拉 所以不容他人的喜欢 慢慢地折磨摩根 将电机对上了摩根 这让摩根晕厥 脑内回想起过往 告知妻子实情 妻子却不信任摩根 将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再次醒来 马丁赶来 可沃德罗还是将电 连上了摩根 摩根反手 将电机掰开 马丁救下了摩根 看了眼摩根的腹肌 才问道 是谁 伤了你的心啊 得知摩根得救了 亚伯尝说了一口气 放弃了和女人的环球之旅 因为他放不下摩根 摩根也破电话了 第一次和众人喝酒 向马丁吐露自己的胸口 是被枪 击中的 Andy 放不下的 才是牵挂最深的 最痛苦的孤独 是不信任的眼神 疼痛带来警示 同时也提醒我们还活着 不过 只要还能感受世界 谁 会是孤单的呢 我是沃沃 我们 下期见啦 所以 我们下期见到